這裏耶利哥最出名的是其中一個考古學家叫做Kavin Cain 六零年代五零年代那時英國人統治巴克斯蘭地的時候 他就是第一個來這裡做最正式的法國 之前也有其他英國的學者來過 想找什麼呢?就是想找約斯亞時期的聖像 那個耶利哥城 所以從世世代代都有很多考古學家上來回岸 就是衛星經驗回岸 這個地方已經是一個 除了耶路斯亞行之外 最多發掘的歷史其中一個土優 所以要掘的東西已經差不多掘了 不可以再繼續找 因為找到的東西是遠古到主前大概九千 一萬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經常說耶利哥是一個世界上最低的城市 也是最古舊的城市 以前找到一些最初人類去聚居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看到一個圓塔 就是他們所造的 也找到一些墳墓的地方 就是他們一些頭骨 人類聚居的時候已經發展了一些他們的文化的狀藝 所以他們一直是一層一層的踏上去 所以耶利哥是一個很多土層的土優 你看到上面就是這個士探山 那個士探山的收道遠 可以搭這個藍車上去 是一個已經有千多年 一千六百年的收道遠的歷史 所以一直是存在在這裏 那這個當然是 為什麼叫士探山呢? 就是因為這裡是曠野 耶穌在這裡四十天受士探 所以之後的拜占庭的收道遠 就建立在上面 在這個最高的山上 就是說耶穌會不會在這裡受士探 當然我不知道 為什麼最大的考古的謎 就是找不到這個約書雅的成長 約書雅的耶利哥 那時候是Lay-Bruns的時候 大概是一千五百至一千二百年主前的時間 挖來挖去都挖不到這一層 但是會挖到什麼呢? 屬於那個時期的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墳墓在外面 或者留下了一些很少的痕跡 到底怎麼去解釋那段聖經呢? 就是城牆倒塌 之前呢 在Kathryn Cannon之前來的一個考古學家 Garsten也是英國人 他找到一個很厚的城牆 有其他例尊的城牆 一些遺跡 當時他就說這個一定是約書雅時期 誰知道Kathryn Cannon來到的時候 用一個更加科學的考古方法 去證明這個城牆 Garsten所找的城牆 就不屬於約書雅時期 是屬於約書雅時期之前的 所謂的Middle Bronze 所以那個爭論 到底約書雅的城牆是哪一個呢? 如果之前那個 Garsten所找到的那個 就是再早期一些 約書雅來到那個城牆 約書雅來到耶利哥的時候 那個城牆一早都塌了 還有沒有什麼大的城市的痕跡 所以他們就說這個約書雅時期的耶利哥 其實是一個空城 即是後期的聖經的作者 可能會作一些東西上去 去虛構那個事實 到底那個謎是怎樣解釋的呢? 首先就是聖經說到城的時候 就不一定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城 因為城可以是一個聚居的村落 一個很大很大的城市 可以像耶路撒冷 較為大的城市 或者可能是純粹一個outpost 一個保寨 即是兵寨 都可以當是一個城市 所以這個城市的字 是有那個達人性的 另外 這個耶利哥在約書雅時期的時候 為什麼會找不到一些城市 或者大家多一些城鎮的遺跡呢? 因為按照聖經的故事來說 約書雅打了耶利哥之後 這個耶利哥是荒廢了好幾百年 直到阿哈時期之後 才會有人在這裡重建 所以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 很多人都會有侵蝕 有flash flood 雨季到了的時候 有將東西充走 所以有很多考古的人 未必找到 所以考古裡面 經常都會說一句說話 一個原則就是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the evidence of absence 沒有證據 不代表不存在的證據 因為風雨和 weathering 會將舊有的遺跡會洗走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那城市可能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一個兵宅 可能耶利哥只不過是 有一些小小的士兵在這裡鑄守 然後沒有一個很大的聚居的地方 這個其實都合理的 因為在一些之前的文件 例如Amana Letters 有耶路撒冷的王 那些只是小王 其實只是一些很小的人 可能耶利哥就是 加藍地的縱黃的其中一個outpost 即是把守著 由東面入到加藍地的關口 這個關口 失去的話 就上到上面 艾城 然後到八特里 然後到中央山脈 所以這個等於一個門口 所以沒有一個 找到約書亞的很大的遺跡 很多的城牆 也是不足為奇的 城市可以很彈性地處理 可以在一個很小的outpost 或者大一點的城市 城牆都是一樣 當時的城牆 可能只是在房屋後面的那棵牆 就叫做城牆 所以倒塌的城牆 未必一定像我們後期的聖經的讀者 我們這樣去想像 在一個這麼偉大 像萬里長城一樣 然後倒塌 但是故事的中心在哪裡呢 不是城牆有多大 因為整個耶利哥的故事 沒有說過耶路哥是大城 也沒有說到耶利哥的城牆 是多麼高 多麼大 只不過說到城牆 城門 是關閉的 最重要的中心的故事 如果你看清楚 其實就是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打仗 是你不用動一刀一槍的 圍住他 走幾日 最後走七次 然後耶和華為你得勝 所以是一個救恩的故事 人是做不到的事 但是上帝去做 上帝就是帶領以色列人入主加南 第一個的神跡就是進佔耶利哥 你需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透向耶和華 歸向耶和華 所以耶利哥的故事 最出名的人物是什麼 不是以色列的探子 也不是以色列的軍隊 也不是將軍 約書雅 誰 是妓女拉合 因為妓女拉合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他只是透靠耶和華 相信耶和華 是得救的 所以整個故事 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就有意識很多 因為主要想說的是什麼 神學 主要想說 上帝是多麼偉大 不是軍隊多麼厲害 是神去拯救我們 神去幫我們得勝